大家好,歡迎收看城市上壇,我是蘇敬恒 宗之成城,民族自決,究竟是理想主義的政治願景,還是毫不實際的癡心妄想? 香港的政治版圖最近有多了兩個團體 一個就是推動前途公投的香港眾志 另一個就是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 兩個組織一成立就受到部分人評擊,政綱是違反基本法的 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理想國 年輕人探究自己理想的政治體制,有沒有什麼不對呢? 還是有些事情真的說一下、想一下都不行呢? 今天的題目就是新興政團新主張,獨立自決禁思想 今天有四位台上嘉賓 今天是香港民族黨發言人周浩輝首次見傳媒 開頭先問一問周浩輝,可不可以介紹你自己的背景呢? 以及為何會加入這個政黨? 我本身也是學生,還在讀書 不過今年就會畢業了 另外為何會加入香港民族黨? 其實這個黨最初的推動成立其實我也有份的 同一班志同圖合的年輕人去推動這個黨的成立 為何要推動這個黨的成立呢?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就是香港獨立才是香港人 香港這個族群可以延續下去的唯一的辦法 繼續在一個兩制之下,香港人的權利 甚至存在都會被消滅 所以我們是就推動這個香港民族黨 你想問什麼? 你覺得23條立法可不可行? 23條立法在基本法裡面說得清清楚楚 問題是什麼是適當時候 現在社會醞釀了一個令很多人很焦慮的情況 就是很多的激進人士 無論鼓吹港獨也好,暴力也好 是令到這個明明不是需要現在去想立23條的一件事情 變成了好像很多人,我在街上,在區上也跟我說 現在香港立禁聯,有人說搞獨立,有人說暴力抗爭 但是我們香港沒有一套法律去處理這些事情的 接著有人說要分離 分離是完全是23條要處理的事情 有人問我,喂,田北辰 我們香港是否適當時要立23條呢? 我想提醒大家 所有你們做的事情 其實是 將自己推到一個地步 你是想促進立23條的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你們在做什麼嗎? 麻煩你們用一下腦筋吧 田議員,你是否認為不搞香港獨立,他就不會立23條 你看回2003年,泛民的要求、訴求很簡單 他說要民主雙普選 是不是? 那時候,泛民的要求這麼簡單,你們也打算推23條 根本與香港獨不獨立的事 就算獨不獨立,就算我說要維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你們最終都會立23條 這個是根本的問題 就是一國兩制,根本就不是香港人的首權 你是想我們好像街市那樣買膠呢? 還是想每人一句? 我是希望一個理性的討論 如果理性的討論呢? 就是一人一句,你講完我講,你講完沒? 那我邀請田北辰議員回應一下 我覺得一個論壇就要有火花針鋒相對 我明白的,明白的 是嗎? 好,明白的 大家說的話有論點就行了 我又不是講一些空廢的 謝謝周輝瑪 你都講話我聽,我講話你聽 好了,大家冷靜點先 田北辰議員 這裏不是人大 不是每個人都只舉高手做鋼鼻塘章 主持 我明白的 有些火花是好事 但我都希望有一個秩序 田北辰議員,可不可以講講 其實你覺得成立一個黨 去講這兩樣東西,算不算一個行動呢? 剛才講那個問題,我都沒講完 香港應不應該立23條 基本法講明,應該 香港人其實就不想的 那很簡單而已 就有這麼久,拖這麼久,對吧? 沒有時間表的嘛 那你們這群人在促進我們 快點有一個藉口的立23條 你是不是沒有腦筋的 現在在做什麼呢? 我都不想這麼快立23條 除非逼不得已 很簡單 你現在一天立3條 要不我們經常都說 基本法18條 中央可以引進一些 內地的法律 他單方面解釋 說這個是不屬於特區自治範圍就可以了 你們想不想他這麼做呢? 如果這樣搞下去 又說獨立又說分裂 這些完全是基本法的第一章 總則的第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 你繼續這樣壓下去 然後可能越來越多人 又有這樣的單張派 那你想想後來的結果是怎樣? 如果他依法辦事 要不就立即立23條 要不就引進國安法 其實兩件事我都不想的 好了,說回你這個大議題 我本人認為 其實你組黨在這方面 去提出這件事 你提出港獨 本身怎樣怎樣怎樣 我覺得那個組黨的過程 譬如說註冊等等 是不是涉及這個叛逆罪呢? 我就自己覺得 就好像牽強了一點 因為叛逆罪本身 是真的要有行動的 因為叛逆罪的刑判是終身監禁 是很嚴重的東西 你說說一下口號 派一下單張 結果終身監禁呢 說真的,我都覺得 好像有一段距離 即是成立一個政黨 或者派宣傳單張 應該是現在不是違法的 是不是? 刑事法有第二和第三條 是說叛逆罪 我就說叛逆罪 現在有些人說 都能入得到 我自己就不是法律專家 我先說了 不過我直覺上覺得 如果要判終身監禁的一個罪 叫叛逆罪 你要有相當行動 證明到才行 口號派一單張 我就自己不敢確定 不過刑事法還有第九條 第十條 就叫煽動罪 這個判刑就輕很多 那時候曾德成在港英年代 派這個反英傳單 就中招了 就坐牢兩年 那我反而覺得呢 煽動 因為其實你做這件事 你鼓吹嘛 鼓吹你派單張嘛 那其實目的其實是煽動其他人去想的嘛 那這個呢 我覺得高得入的機會非常非常之高 好 謝謝田北辰 我想問一問李鵬廣 阿彭鵬在第一節都沒發過言 剛才很激烈的討論 你認為其實怎樣去界定行為 或者是一個思想 那這個 當然啦 法律問題呢 我都不是法律專家 所以一定是如果有爭拗 最好如果是違法的 那麼香港有健全的執法的部門 我們也有健全的司法系統 那麼他們應該是為我們香港市民做事的 如果他們認為有的時候 那麼我們這些 不是專家 我不敢在這個問題上說 但是我最主要就是說 如果現在大家在看目下 過去那幾年發生的社會的衝突 或者那個政治溫度拉得這麼高呢 而是漠視它是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一個管治上的問題 而是嘗試透過法律去解決 這個不是一個對政下弱的做法 當然這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但是它不是簡單的一個法律問題 它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那麼所以如果我們不正本清源 去處理一些管治上面的失效 又或者回歸以來 香港所面對的深層次矛盾 哪怕國家領導人的深層次矛盾 你們兩個是怎麼看的 你這樣的說法 就是一國一制是一定會發生 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有些說法就是如果 是不是你這樣說的話 就是預定了一國一制 就一定是最終會發生的 不過就是速度的問題而已 有些說法就說 如果繼續鼓吹港獨 就可能最後的結果 就只會帶來一國一制 是這樣 我想很簡單的同一說法 在我們爭取普選 我先補充我的法 2023年這樣 23條立法 我想問泛民當時有沒有說香港獨立 沒有 一樣立23條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 就是不可信的 你怎麼可能信它 就是它不會立23條而已 或者我不說港獨 就不會立23條 它一定會立 因為一個極權政府 一個獨裁政府 它的意志就是控制所有人 它就一定要 令到所有威脅它的人消失 它就要透過這個法律的形式 我回應第一條問題 其實我都沒有說過 田議員就有很多論點 那我給她說了 輪到我說 是的 精簡 是精簡 兩點 法律上面 你留點時間給羅冠聰 好 沒問題 先說吧 那法律上 法律上什麼叫 法律上的行動是什麼呢 就是 這裡你要清楚界定 究竟法律上的行動 行動是代表什麼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香港民族黨 是純粹還是言論階段 不具備這個行動的實現 那你很難說我們是 就是現在這個就是這個 叫做叛亂 另外就是說 我們註冊公司 其實這個是結社自由來的 因為香港是沒有政黨化禁止 任何主張香港獨立的團體成立的 如果你們要解散 強制解散我們香港民族黨的話 其實你們就是圍憲 你們很強調基本法嘛 你們就是圍著基本法這個小憲法 好 麻煩你 羅冠聰 法律上 剛剛田議員說的 所謂的叛亂 或者煽動叛亂罪 是不適用在香港的 現在 你都會說英治時期 英治時期寫什麼 雷王閉下 好 麻煩你 不適合王國政府 好 我們先讓羅冠聰回應一下 是 我想田議少他的焦慮延伸到今天 其實他一直都在說 推港獨的人 就有可能推向香港納亚三條的邊緣 我想問 其實最大推港獨的推手是梁振英 因為梁振英他明目張膽地 在他的很多公開場合提起這件事 才引起牽原大波 而梁振英他的管治 也是因為人們的離心所在 所以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最佳的辦法就是 有一個普選 難夠令梁振英落台的機制 好 麻煩你 阿田北辰 彭廣是否有意見 其實現在社會裡面 討論這些不同的政治主張 或者政治的思想 其實我覺得 當然我會有一點擔心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一個政治體制 一個國家的建立 雖然是這樣 我覺得 還要觀察的 就是究竟這種政治主張 究竟在社會能不能夠生根呢 如果能夠生根 當然不能生根 他們兩個都是繼續搞自己唱而已 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招展的方向 究竟我們這一種的思想 究竟會不會在香港越來越多人支持 我覺得為政者需要面對 嚴肅地去對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那個政治主張出來 是只有那兩個人在這裡說的時候 影響你是不是只有那兩個人 那打壓是否一個方法 打壓 這個當然 為政者有他的智慧 是不是 就是我們不能夠教他 就是潛越他的位置 就是打壓都是一個政治主張 潛越了他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為政者就需要想想 用什麼的方法 要他處理這件事 究竟那個根源是從哪裡來的呢 好 謝謝彭講一下 兩位有沒有什麼回應 我想田北辰先生就說了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就是說自決就一定等於獨立 我想問你作為港區人 但是你覺得 如果一刻被香港人選擇 有得投票 你會覺得他要一國兩制 一國一制還是港獨 其實你根本就是心開 絕對九成九是一國兩制 那你為什麼要覺得自決等於獨立 那你為什麼要覺得自決都要獨立 你有沒有解釋清楚 你根本就是有自相矛盾 就是希望扣帽子 就是我猜不到大陸官方用的手段 竟然港區人大這個田北辰都在用 而我想開宗明言說一個就是 香港不關 不是只有主權問題 不是不看 是不僅僅看主權問題 那我可能你要閱讀理解 都可能要重新做過 不僅僅看主權問題 就是主權和社會問題 我們都要看 是兩條腿走路 包括主權問題 我們要理解清楚 香港人未來想處於什麼主權狀態 但是另一方面 香港現在面對的壓迫 不單止是中國的壓迫 還有大財團 還有某些地產霸權 所令到香港人沒有辦法安居內業 而這就是梁振英自下所造成的問題 我想請問 你剛才說 你這個手機是你就是你 不是你就不是你 你剛才說一人一句可不可以遵從你自己的原則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快在前後矛盾 你剛才前後矛盾了兩次了 所以我真的有這麼多位學生在這裡 做個好榜樣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以事論事的話 你遵從這原則 總之香港眾志他有他的計劃 我們希望制定香港約章 在五年之內給香港人共議一個香港社經濟的圓景 然後十年做一個前途自決 給大家決定香港人主權問題 假如田北辰先生你作為港區人 但你是有信心的 為何你怕香港人決定自己的前途未來 好,謝謝 不如這樣吧,我有回應一下 周浩輝 其實我很奇怪地 既然我跟田議員分享了一個觀點 我是認同他的 就是香港眾志其實是沒有立場的 他的所謂的前途自決 其實香港眾志說得明白 他不是港獨 其實他是比泛民更加不堪 泛民也告訴你 我是中國人,我就是大中華 但是你看到眾志就是 他那個政綱說什麼 好像黃之鋒之前說自己是中國人 現在香港眾志說自己是華人 然後又說什麼世界公民 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連說香港人三個字 你認自己是香港人 你都不敢 我是香港人 你怎麼捍衛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 我先解釋一下 我是香港人 不是,你的黨 我說不是 你一個黨怎麼會是一個香港人呢 不是啊,你的黨不肯承認 你不承認你自己是香港人的政黨 就是這麼簡單 我是香港人 那行,你自己是而已 就是個人身份也是 不是 一個政黨怎麼看香港人呢 再回應田議員 他說的就是引用基本法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 生活方式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你有看回一個很出名的學者 顧宇德 他說 所謂的港人治港是什麼 所謂的港人治港就是 以商人為主 賦以本地權貴 這個就是港人治港 這個就是北京心裡面的港人治港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回 他那篇課程 他那篇研究 港人治港就是 就是本地政商勾結這個大陸資本的殖民體系而已 說穿了一國兩制 就是滿足本地財法 還有這個中國紅色資本的殖民體系 就是剝削你們香港人 你們香港人重要 有沒有一些具體例子可以說一下 具體例子 好了 那麼1997主權娛交之前 港督他是怎樣統治 他是怎樣管治香港呢 他是港督為主 然後賦以政界 不是 賦以商界 還有一些叫做本地的權貴 譬如鄉新那樣 是去實行一些的管治政策的 然後這個這樣的模式 在1997就轉變了 就變了 因為當時1980年代 香港的商界 其實就已經跟華資聯合 就是將… 你這個是說法而已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證據呢 不是說法 你是想… 你是想我… 你有什麼具體的例子 可以展示你剛才說的 譬如領匯這些 譬如這個叫做 MTR 就是港鐵這些 其實你會見到 大財團在香港 剝奪香港人 他的權益是… 即是在哪裏都見得到的 好 剛才李鵬廣先生說的那件事 要精簡 好 聲聲之火可以療緣 我是不是太同意 說現在的事情 其實無論多不對也好 多不對 自己怎樣把香港帶上絕路也好呢 先說一下吧 沒有人理會就有句吧 多人理會才處理 我其實就不同意的 聲聲之火可以療緣 是對就對 是可以談的就讓他講 如果不是的話… 要香港分裂 基本上是不能討論 好 因為你討論了 你帶香港上絕路 好 我明白了 彭國簡單回應 其實我覺得… 怎麼可以不讓別人討論呢 我覺得現在香港的撕裂情況 我想是多一點… 雪露你會好一點 是吧 你不要干擾我去說話 台客不要干擾台上嘉賓 每個人會有自己的言論自由 是吧 是吧 我覺得… 大家不能夠不看歷史 我希望各位香港的朋友 要看歷史 在歷史裡面 是拿到沉澱一些的智慧 中華民國推翻了清朝 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了中華民國 那麼… 中國共產黨 他搞革命的時候 他是不是叛國啊 中華民國 他搞革命的時候 是不是背叛了清朝啊 問題是在於 那個國家那個政府 究竟能不能夠解決到 當時的社會問題 是吧 即是你不可以… 你似一時比一時 是吧 所以我們的問題在於 政府的存在 國家的存在 是需要去解決社會的問題 好 但如果這個解決問題 在社會裡面 相當多人都認為是有問題的時候 那麼政府是不是要想想 施政者是不是要想想 好 羅冠聰是不是有一個簡單的回應 因為時間有限 我想香港眾志 他對於香港人 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就是他不是一個狹隘 並且是一個 提倡很多相信的東西 才是一個香港人 而我們對於香港人的定義是多元 還有你對於這個地方的歸屬感 你就可以是一個香港人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不認同一個黨 要自認為一個香港人的黨 它才是一個 你要說有立場的黨 而我們對於香港人的定義 是相當之清楚 所以我也不希望 真的有任何扣帽子的狀況出現 我自己個人對於香港 我是相當之熱愛這個地方 並且我相信 這個地方是要為香港人而立 好 麻煩你 台下先是交給 保良谷顏寶寧書院的同學 主持人 那麼多位嘉賓 你們好 我是岩寶寧書院的學生 我想問一下一個田北辰先生 你們建制派經常認為 港獨是一件意氣勇士民不可能的東西 梁愛思也曾經說過 香港是歷史、文化、血統、民族 是跟這個國家一體 但其實香港歷史在1842年已經分開發展 民族血統雖然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看看德國的例子 德國人和奧地利人都是日耳萬人 也曾經被納水統治 我可不可以精簡你的 好 不好意思 港獨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大部分香港人都對中央和政府很不滿 對中國沒有歸屬感 我想問建制派良正經政府 和中央是否應該令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滿意 而不是只懂得不斷抨擊質疑港獨 也只懂得做一些令香港人憤怒的事 好 民主黨中常委袁凱文 民主黨是反對港獨 但我們都必須要看看今天 為什麼我們會不斷出現了很多不同港獨思潮的討論 香港人近年為什麼對中國的抽離感會越來越強 就是因為這麼多年我們想爭取一個更加合理 更加代表香港人的制度得不到落實 中央一再是違背承諾 剛才田北神先生說的 五十年北變那裡是一條粗藥 這個比喻我非常之不同意 你這樣的比喻就是將香港 類比成一種殖民地 我想香港眾志的立場很清晰 就是我們提倡自決 而我們面對未來前途的問題 不是一兩個人說獨立或者不獨立 我們就覺得可以為香港做個決定 而這個決定是需要凝聚香港人 全港人的共識 或者有一個投票公投 去決定我們前途未來 我們不是搞個人崇拜 我們也不需要追隨任何一個人的步伐 假如你認為獨不獨立是能夠處理香港的問題 所以我不能夠同意 好 謝謝駱冠聰 接著又是香港民族黨 究竟甚麼是民主呢 民主其實是主權在民 如果香港人一天都沒有辦法 掌握到他們的主權的話 根本就不可能有民主 一國兩制之下 你們想有民主根本是癡心妄想 我們很多人剛剛說二次前途問題 其實這是一個預設的立場 因為從第一天開始 香港就不應該所謂回歸中國 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 根據國際法是有權利 是殖民地民族自決的 香港人被剝奪了這個權利 所以根本甚麼意思 好 謝謝周浩斌 好 最後抽十秒給李鵬廣總結 當然了 港獨其實是一個很重大的議題 其實不應該輕鬆地去這樣 很情緒地去說這些的說話 其實我就想贈兩句時間關係 圖善不足以為證 圖法不臨以自行 希望各位回去想想